哈喽大家好,我是饕贴 晚上回家,不知道吃什么呢 那赶紧吃这个简单好吃的懒人葱花饼吧 手不沾面,一搅一烙就出锅了 咱们先在面盆里取300克普通面粉 再来两勺白砂糖 两克酵母粉 0.5块小苏打 用快乐简单的搅一搅 再分次到240毫升 不高于40度的温水和面 水呢要多次少量的慢慢的往里倒 一边倒入一边快搅拌成面絮状 温水和面不仅能缩短面团的饧发时间 还能让饧发好的面团更扎得手松多孔 搅拌成这样面团后 咱们就要用快的使劲地搅一搅了 搅拌的时候也要在手法上注意一下 一定要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地搅拌 这样才能把面团里的面搁打搅散了 想要把面团搅得非常的光滑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咱们搅一会儿后盖上盖子松弛10分钟 时间到了继续用快的搅一搅 搅的时候也要朝同一个方向 使劲地搅拌 很快面团就能被搅得非常的细腻 盖上盖着饧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时间到了面团也饧发好了 满满的一大碗 倒入气候的葱丝和火腿肠 也可以放点自己喜欢吃的其他的蔬菜 加入一勺食用盐 继续用快的搅一搅将食材混合均匀 顺便给面糊排下气 等二次饧发的时候 酵母菌就会重新地分布排列了 气孔也会分布得更加均匀 盖上手套后揪起一小块面团 放在手心里团成团 压扁后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预热好的电饼窗里倒入多多的食用油 再用刷的涂抹均匀 将做到生坯 一次放进电饼窗里烙熟 用手简单地整理一下 烙饼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了 中火就可以了 给表面喷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上下火全开 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 咱们要翻面到另一面 翻面后再烙个两分钟 因为咱们今天的面团是火的比较软 所以烙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翻面后咱们再烙个两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用的产生将葱花方便饼取出来 葱香浓郁 渲染好吃 非常产人 喜欢小伙伴 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